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回到方舟異變 我是老頭Olderman 我們終於回到方舟異變啦 那接下來呢 大概剩下沒多少集啦 先跟各位講一下 方舟異變快要完結了 最後一集呢 應該沒有意外會去打BOSS啦 把BOSS解決掉之後呢 方舟異變就真正正式的結束了 之後呢 不排除 還會繼續玩方舟異變 不過呢 會玩什麼我就不清楚了 好不好 那麼今天呢 到底會有什麼內容呢 跟著我看下去就對了 LOT GO 來吧 其實也沒什麼好LOT GO的啦 嘿嘿嘿 呃 今天的內容呢 其實差不多就是 呃 一點點的道具介紹 一點點的 呃 蟲 一點點的生物 生物抓 捕捉 生物捕捉 呃 然後捕捉完之後呢 就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了 是吧 每一集差不多都這樣子 我用在講屁話 不要理我 那今天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要先介紹的東西就是 我們現在手上所看見的這個東西 呃 探照燈槍 這個探照燈槍呢 呃 我真的覺得呢 這個製作需要 製作官方呢 需要修改一下這個 冷泥的瓦斯球啊 他要400顆是不是 沒有湊400顆對吧 但是他一個 他一個格子佔10顆上限 這樣子的話等於說要40個格子 啊我東西這麼多 你物品數量又只限制70 你這樣子讓我很困擾的是 我還要放40個框 40個這個位子給他 才有辦法做這個 啊 探照燈槍 那這個探照燈槍呢 他的功能其實非常的多 我們待會製作出來 再給你們看一下他的功能 到底多猛 那在製作之前呢 他這邊上面寫蓄電池嘛 那蓄電池我們上一集好像也沒有介紹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蓄電池 蓄電池的部分呢 他是要用工作台給做出來 然後在雜像的部分 這邊看見了沒有 啊 我們看可以做幾個 喔 可以做那麼多 呃 做9個好嗎 嗯 做個5個來著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做太多啊 好 我們做5個 不是探照燈 5個蓄電池 這個蓄電池的功用呢 其實非常的廣啊 只要跟會 跟需要供電的 建築設備 需要供電的設施 都是可以拿來用的 比如說 機槍塔 需要電力才可以射擊嘛 對不對 你放進去 就可以變成 不用線 無線機槍塔 就等於說他是一個 行動電源 這樣講更明白了吧 行動電源就是這樣用的啦 這就是方舟的行動電源啦 他還可以拿來製作我們的這個 探照燈 探照燈槍 需要兩個蓄電池 但是是必須是要充滿的蓄電池 沒有充滿的蓄電池 他不吃 就是這麼的 這麼的鳥毛 好不好 我們現在做了5把 5支 5支這個蓄電池 他是可以拿來直接拿在手上的嗎 我還蠻好奇的耶 我們放在這裡好了 他可以拿在手上嗎 不能拿在手上 那他充電的方式其實很特別啊 就是呢 對著我們這個螢光蟲 然後 給我下來 看不能抽 按1 有沒有 有沒有吸到電 有沒有吸到電 欸別跑啊 別跑啊 你這個小壞蛋 啊算了前面也有啊 哎呦我們吸到了啦 他跑掉了 我們吸到了之後呢 哦 啊怎麼沒有電 大哥 電了 哦要把寵物先丟掉 不然他會吸到寵物身上啊 有了吧 我現在身上有光芒了 吸得到嗎 有了有了 完了這樣子我的燈泡犬不能帶在身上啊 不然他會直接轉移到燈泡犬身上 哦 還蠻麻煩的欸 他這個不能帶在身上啊 怎麼那麼鳥啊 那我們把 把我們的威爾森3.0先丟掉好了 哦 不是儀器啦 放回家中 好不好 OK 哦 還完美的落在這個地方 還知道自己的家在哪 真好 然後呢 這個燈泡要如何續電呢 哦應該是說如何充電 不是續電 要如何充電呢 其實還有一個工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充電啊 真的有螃蟹哥欸 不理他 基本上應該不會構成什麼太大的威脅 誰敢咬我試試看 我這隻會直接尻死你們 好不好 這邊是可以拿來續電的 我們把一些 基本的 沒有電力的全部丟進去 有沒有看到他現在不斷的在充能 然後這個充能可能就要等一段時間其實是蠻麻煩的 我們這邊也丟一隻進去好了 我們這邊一個500 500就是滿的 他上面有寫說一種續電設備 可以為各種電器功能 真的還蠻讚的 這個要充到500真的是要 非常久了一段時間 而且很特別的是 他的電力是可以堆疊的 比如說 我這邊66嘛 這邊44嘛 把他拉過來 欸有沒有 就變了100多了 超超好用的有沒有 不斷的堆疊 哈哈哈哈 這樣子馬上就可以抽一組出來了 其實說實在還蠻快的啦 OK我們現在已經滿了齁 那剩下這兩隻 就都放在那邊讓他充電好了 我是待會再回來 待會再回來撿啦 沒差啦 這無所謂 這可以待會再回來撿 好不好 我們先回去一下 有了 那把汽油丟進去 不然不能啟動 全丟了 靠要滿了 怎麼麻煩啊 丟 終於 佔40個位置 真是麻煩啊 OK 我現在終於有這把武器可以玩了 嚴格來講他可以試武器啊 他也可以是探照設備啊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非常的簡單 拿出來了有沒有 他看起來這個其實 我看過影片 那個國外的影片的介紹啊 有點像是 那個 抓鬼特攻隊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就是要那個光波有沒有 他右鍵可以丟啦 這個待會再講解 要怎麼把他收起來 我要怎麼把你收起來 按住 收不回來了 可以 Keep Keep 我看一下這怎麼用啊 他這個對這個 對這個 對這個收割者也是有用處的啊 你看 被召到馬上變弱 這邊登人員 有些地方非常的需要 我覺得他有一招啊 那一招怎麼用啊 喔有了 傷害也太低了吧 傷害也太低了吧 是不是會暫時性暈眩啊 欸並沒有 其實他這個 並不是拿來對恐龍啊 這是拿來 對無名者所做使用的 對無名者用的 以及對這一隻 這隻也很怕 這隻也很怕 超怕的有沒有 看見了沒有 我們現在呢 就不帶我們的登獸齁 我們直接去 這個地方 去這個地方找他 找那個 找我們的無名者 來試一下 呀 這樣子一個兆 他們全部都害怕了 抓進去了 嫩 我們再需要一點能量 快給我快給我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吸到 我也不曉得 如果你身上沒有登獸 你手上有這把手電筒 包 包準 無名怪絕對追不上你 他們怕的不要不要的 是吧 又過來又過來 下去了 下去了下去了 然後它這個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用途 就是剛剛我們已經試過了 就是把它丟在地上 然後呢 打開它 就會變成燈 有沒有 嘿不敢過來了 是不是 再來可以調一下往左邊 往下 往上 往右邊一點 跟那個砲台的功能差不多 這還可以調整這個燈光的距離 就是有點像那種燈光舞台 有沒有 然後耗電量是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不過我們好像 我們身上沒有燈了嗎 還可以再放上去啦 放上去它的電量 剩下還有319的電池電量 還行 這個很適合就是 拿來避一些無名怪 或者是說在家裡我們這個太暗了有沒有 造一個出來來當那個燈塔 就不用需要去接那些 很多電線接的其實有點麻煩啦 太多電 太多電線要接了 這就是一個無線的有沒有 行動電源丟進去 就直接亮給你看了 全部都吃我的電流啦 來啦來啦 一個不剩齁 我的子彈還很多OK的 我靠無名怪又會脫了 是該逃跑的時候了 去吧 哇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麻煩 我們不如就直接到 直接這樣子丟在地上 好打開它 好了 呵呵呵 這樣多方便啦 超級方便的有沒有 水喔 來啊 來啊 戳死你們 戳死你們 蛤 有本事再上來啊 蛤 再躲下去啊 蛤 None 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要去找另外兩隻燈獸了齁 在這個方舟異變裡面呢 總共有四隻燈獸 閃光獸嘛 就是那隻很可愛的鹿 然後還有我現在身上的 身上的這一隻 呃 威爾森 是嗎 啊這不是威爾森啊 走開啊 冒牌的威爾森 威爾森在這裡 威爾森3.0 噢 噢 燈泡拳 另外兩隻呢 就是 藥尾獸跟青魚鳥 青魚鳥上次我直播的時候有遇到嘛 不過呢 那時候因為 不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說我就直接放生他了 那今天呢 好我們就是要準備 你幹什麼東西啊 你想拍照嗎 呵呵 頭轉一邊啊 算了 今天呢我們就是要去馴服這兩隻 這兩隻最後的燈獸 哦總共四隻燈獸嘛 所以說呢 這兩隻燈獸餵魚的位置呢 我已經全部都把它找出來了 藥尾獸的位置在48.327.1 青魚鳥的位置呢 在60.864.9 哦這個地方 64.8這部分呢 上次已經有 有路過了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先去 藥尾獸那個地方好了 藥尾獸在一個洞湖裡面 還蠻 還蠻不好找的 沒關係我們去找看看 OK各位兄弟們 我們回來了 在一番波折之後呢 我們終於找到這個洞窟的位置 沒有錯 竊竊的位置真的是這個地方 真的是 我看一下啊 真的是在哪裡啊 真的是在這個48.227.3這個附近 我之前標示標48.327.1 就差不多這個位置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洞窟裡面 我們想要找的藥尾獸就在裡頭 好不好 然後呢老頭呢 在準備要探險之前呢 製作了一把 我們這邊的這個機動步槍 來做一下防衛的動作 然後呢 你沒看到我這個靈的 這個道具欄的位置呢 放上了蠟種子 這就是我們藥尾獸的飼料 馴服他呢 需要用這個飼料來馴服 就是他們喜歡 他們喜歡吃這種蠟 蠟種植物的種子 然後其實就是跟那個閃光獸差不多啦 然後呢 青魚鳥也是一樣 喜歡吃這個種子 然後他們都是被動馴服的 不能用暈的 跟燈泡犬是一樣的 這四隻燈獸的特性 全部都是被動 不是用暈眩馴服的方式 那這裡面呢 基本上應該是會很深入喔 所以說我們要在這裡稍微存個檔 存個檔比較安全一點 好不 不然等一下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會不會活呢 我也不曉得阿 反正既然都進來了 我們就稍微探索一下 或許這裡面有神器 拿到神器的話呢 也可以方便我做最後一集嘛 我記得這個方舟異變的地圖 最後 不是不是最後 方舟異變的地圖 只有三個神器而已阿 那基本上去 最終BOSS副本應該就不難了阿 因為三個神器 到時候應該會拍出來就是 拍出要怎麼獲得這三個神器 位置在哪邊 我應該最後一集會報給你們知道 好不好 那我們進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開始悠悠詭異了 好我們先準備一下我們的武器齁 好應該沒意外都是一些原本的恐龍啦 我猜啦 班龍 班龍可能也會在裡面啦 班龍最喜歡窩在這種洞窟裡頭 對吧 是不是 唉唷 嚇我一跳 燈泡犬不要亂叫 畜生 畜生 畜生的聲音 你看那邊就有異變牛龍阿 異變迅猛龍阿 什麼龍哥哥都出來了 龍哥哥出來了 把他們引過來阿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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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來阿 卡住了是不是 通通就去死吧 哇這個後桌力好強喔 沖進來了 稀釋啦 屍掉了沒 就要被他們獨一噴到會坏裝 哇靠!他在吃!他在吃! 他在吃牛龍的肉補血啊! 欸!你這樣太作弊了大哥!不行喔! 完了!打不到他啊! 你讓我打不到你! 該死的! 怎麼辦!弄不到! 啊呼呼! 走開喔! 弄掉! 先把這個牛龍的位置弄掉! 有了! 這樣我比較方便做傷害啊! 幹!我卡住了!死定了! 怎麼硬喔! 我看到那是不是藥尾獸!找到了啦! 各位看見了沒有!放大鏡給... 啊靠!我吃到種子了! 有沒有! 藥尾獸在那啦! 有沒有! 馬上把他迅武馬上帶走! 我們就不要在這邊久留了! 這邊還有一隻毒蝎子! 毒蝎子也是很硬啊! 這個後座力也太難...太難矯正了吧! 來啊! 好!掛了! OKOK! 那個聲音...很近喔! 神器應該在這附近喔! 不過我們之後再想辦法再過來拿... 好! 我們今天目標是藥尾獸啊! 好!我們又拿到了一個! 誰咬我! 誰! 那個北七!偷烤我! 哇!我怎麼都中毒了! 在哪裡啊! 幹什麼東西! 莫名其妙! 快點快點快點!那隻藥尾獸我要定了! 藥尾獸去哪裡了!在哪裡!在哪裡! 馴服快走啊! 有!有了! 好了! 咱們! 連同藥尾獸一起離開! 反正我們這邊已經祭典了吧! 之後咧!來這邊拿神器!太棒了! 好!我們把我們的... 3.0先放一邊! 3.0去旁邊玩!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藥尾獸! Yeah!入手了! 蜥蜴大哥啦! 好!有沒有!好可愛啊! 這個造型!欸!他還會飛欸!他居然有翅膀欸! 哇!好特別的蜥蜴喔! 長翅膀的蜥蜴是你! 我們把他放下來! 他走路也還蠻可愛的! 你看看!這是我們的藥尾哥哥! 應該跟之前的燈獸都是一模一樣的啦! 好!就是會幫我們照光! 然後他的電容量是120! 好!怎麼感覺比燈砲犬還少! 燈砲犬是270嘛! 好!272!為什麼他那麼少! 不過!看在你長那麼可愛的份上! 好!就原諒你了! 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呢!準備要去找第二隻了齁! 青魚鳥的部分呢! 可能就比較困難一點了! 這隻我們來騎我們的炎龍! 又要再去原本不想去的地方了!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在這種險惡的環境! 這裡的環境其實算險惡的欸! 青魚鳥居然還可以在這裡生存! 其實我覺得還蠻不簡單的! 幹嘛啦!走開啊! 沒有時間跟你在那邊嚷嚷啊! 好! 都是無名怪! 沒有青魚鳥! 有這麼難找嗎! 我們看一下!59! 64! 大概就在這附近左右了啦! 不一定要這麼的精準! 在同個位置才會出現! 就是一個範圍啦! 大概這個範圍應該就是可以遇得到了! 只是! 咱們需要一點運氣啊!是不是! 那我卡條了!卡三小! 不要在那邊亂卡好不好! 人生已經很難了!你還這樣卡我喔! 啊!為什麼又卡住了!受不了捏! 前面那兩隻怎麼回事啊! 異變的斑龍怎麼卡在那裡! 我找到了啦! 青魚鳥在那裡啊! 可是他伴隨著追尋者一起來了! 可惡!這邊勢必要稍微清一下了! 欸!青魚鳥勒! 喔!在那邊!在那邊! 在那裡!在那裡! 他既然往那邊飛就好辦事啦! 喔!在這裡啦!好辦事好辦事! 哇!為什麼會有輻射啊! 欸!我的燈!我的燈! 我的燈啊!我的燈啊!我的燈啊! 燈啊! 快點發光啊!燈哥! 燈哥快點!這邊給我! 不要走不要走! 快點快點!喔喔喔喔!不要下去啦! 給我你的燈!給我你的燈! 唉呀!洗吧! 別跑喔! 給我回來喔! 完了! 我們現在沒有燈了! 我們變成廢物了! 然後又給我飛這麼遠! 你好意思你! 快給我下來喔! 快點快點快點! 現在情況危急啊! 他被咬沒差啊!死不了啦! 拉狙咬狙咬! 快點快點快點! 哇! 有了有了有了!充電充電!去死吧! 好!我們可以回去了! 就讓他們繼續咬! 哇!超級大旋轉喔! 很強很強! 有了!我們有燈了! 你辛苦了!你辛苦了! OK! 我們再把一些不必要的殺一殺齁! 好了!那隻鳥兒去哪裡也給我回來! 我們要用我們的勾爪去勾住他把他拉下來啊! 這就是我的策略!拉下來就可以馴服了! 對不對!有沒有很丟! 完蛋了完蛋了!輻射輻射輻射! 不要卡住! 卡屁卡喔! 只好換裝了啦! 這實在太誇張了! 欸!我裝備咧! 欸! 喔!在這裡嚇死我了! 不是丟進去啦! 你也拜託咧! 我是要穿裝備!好不好! 好! 手套! 鞋子! 頭盔! 好了!可以了! 青魚鳥還在! 我們把獸頭獸殺死! 愛演的傢伙! 完了!這邊一堆埋伏啊! 感覺不是很穩喔! 沒關係! 青魚鳥還在齁! 看我會拉到! 拉不拉得到! 重點拉不拉得到! 不要地震! 你偏偏挑這個時候地震! 你有毛病是不是! 欸!你直接在地上喔! So easy! 趕快先把你送回去再說! 這邊很危險! 這邊很危險! 你先回去啦! 有了有了有了! 喔!大成功! 喔! 喔! 燃大成功! 熊龍哥哥救我喔! 去死吧! mem 這是一場刺激的大冒險啊! 欸!超刺激啊! 從來沒有這麽刺激過啊! 受不了啊! 來吧! 燈砲犬再見! 我的頭盔拿下來! 我們的鳥兒呢! 入手了! 這個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是吧 想說用我們的這個勾爪把他勾下來 結果自己落地那邊 嘿 你好 想要吃我嗎 我送你 就這樣莫名其妙獲得了 各位看見了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青魚鳥 哇 其實還蠻漂亮的嘛 有孔雀的羽毛 有孔雀羽毛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容量多少 那怎麼看容量 丟 丟地上好了 我看一下 才100而已喔 這麼少喔 那大家都抓燈泡犬就好啦 誰會想到這個啊 這只是拿來裝逼用的吧 它也沒什麼功能 它的功能也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啊 對啊 所以說這單純就只是拿來裝逼啊 而且顏色還蠻美的 就是給你用好看的啦 好不好 哇 原來長這個德性啊 之前都沒有仔細的看 現在終於可以完全看出它整個樣貌了 有沒有 它現在是怎樣啦 你們這些人在那邊 裝熟是不是 裝盲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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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蛇 我們的毒吸都出動了 看不順眼了 看不下去了 幫忙清場一下這樣子 誰敢惹我們家老頭老大下場就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我可愛的蛇蛇 摸摸你 乖 看 這麼的可愛 是不是 好吧 那麼今天如我如荼呢 這個目標全部都完成了 那基本上下一集呢 應該會開始介紹泰克的東西啊 這次改版呢 多了一些泰克的新裝備 我會以兵介紹 好吧 那麼今天下部就先到這裡結束啦 那很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喜歡外下方六個車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一遍再見囉 掰掰